诗诗记第七章 耶鲁巴利就是积淀 他和一切跟随的人早晨起来 在哈利泉旁安营 米甸营在他们北边的平原 靠近摩利刚 耶和华对积淀说 跟随你的人过多 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 免得以色列人向我夸大说 是我们自己的手救了我们 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 凡惧怕胆怯的 可以离开激烈山回去 于是有二万二千人回去 只剩下一万 耶和华对积淀说 人还是过多 你要带他们下到水旁 我好在那里为你试试他们 我指点谁说 这人可以捅你去 他就可以捅你去 我指点谁说 这人不可捅你去 他就不可捅你去 积淀就带他们下到水旁 耶和华对积淀说 凡用舌头填水 像狗填的 要使他单站在一处 凡跪下喝水的 也要使他单站在一处 于是用手捧着填水的 有三百人 其余的都跪下喝水 耶和华对积淀说 我要用这填水的三百人 拯救你们 将米垫人浇在你手中 其余的人都可以 各归各处去 这三百人就带着食物和脚 其余的以色列人 积淀都打发他们 各归各的帐篷 只留下这三百人 米垫营在他下边的平原里 当那夜 耶和华吩咐积淀说 起来 下到米垫营里去 因我已将他们交在你手中 倘若你怕下去 就带你的仆人普拉 下到那营里去 你必听见他们所说的 然后你就有胆量 下去攻营 于是积淀带着仆人普拉 下到营旁 米垫人 亚马利人 和一切东方人 都布散在平原 如同蝗虫那样多 他们的骆驼无数 多如海边的沙 积淀到了 就听见一人将梦告诉同伴说 我做了一梦 梦见一个大麦饼 滚入米垫营中 到了账目 将帐木撞倒 帐木就翻转请负了 那同伴说 这不是别的 乃是以色列人 玉阿世的儿子 积淀的道 神已将米垫和全军 都交在他的手中 积淀听见这梦和梦的讲解 就敬拜神 回到以色列营中 说 起来吧 耶和华已将米垫的军队 交在你们手中了 于是积淀将三百人分作三队 把脚和空瓶 交在个人手里 瓶内都藏着火把 吩咐他们说 你们要看我行事 我到了营的旁边怎样行 你们也要怎样行 我和一切跟随我的人吹脚的时候 你们也要在营的思维吹脚 喊叫说 耶和华和积淀的道 积淀和跟随他的一百人 在三更之初才换更的时候 来到营旁 就吹脚 打破手中的瓶 三队的人就都吹脚 打破瓶子 左手拿着火把 右手拿着脚 喊叫说 耶和华和积淀的刀 他们在营的四围 各站各的地方 全营的人都乱窜 三百人呐喊 使他们逃跑 三百人就吹脚 耶和华使全营的人 用刀互相击杀 逃到犀利拉的博哈士他 直逃到靠近他巴的亚伯米荷拉 以色列人就从拿夫塔利 亚舍和马拿西全地聚集 来追赶米甸人 积淀打法人走遍以法连山地 说 你们下来攻击米甸人 争先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直到伯巴拉 于是以法连的众人聚集 把守约旦河的渡口 直到伯巴拉 捉住了米甸人的两个首领 一名额利 一名西伊伯 将额利杀在额利磐石上 将西伊伯杀在西伊伯酒榨那里 又追赶米甸人 将额利和西伊伯的首脊 带过约旦河 到积淀那里 一名西伊伯 一名西伊伯 一名西伊伯